今天,马哈顿地区检察官宣布,针对维恩斯坦的性侵案增加一项新的指控,如果罪程将可判处10年到终身监禁。 新的指控是针对在2006年,维恩斯坦涉嫌强迫一名女性进行口交,维恩斯坦先被加控有固定模式的性罪行,如果罪程,最少可判处10年监禁,甚至终身监禁。 除了这项控罪外,维恩斯坦在上月也被指控两项强奸罪和一项非法性犯罪,维恩斯坦的律师暂时没有做出回应。 昨日,纽约市报章Daily News和New York Post公开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,报告指出有超过800名5岁或以下的儿童验出千超标,远超政府公布的数字,质疑政府蓄域隐瞒数据。 报告指,在2012到2016年期间,有820名5岁或以下的儿童被验出千超标,远超市房屋局所声称的19名儿童。 不过,市政府回应指,从未指出只有19名儿童被验出千超标。 另外,报告也指,当局所采用的检测标准低,只将每100毫升血液含千量超过10微克才视为超标。 然而,政府官员指,至少自2012年起,当局已经根据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所建议的标准。 如果小童的含千量打5毫克,就会联络他们的家人和主诊医生,而如果含千量打10微克的,就会进行家访。 市长白思豪在报告公开后,宣布政府将会斥资1000万元,免费为每100毫升血液中含千量打5毫克或以上的小童进行单位检查。 市审记长斯敬格发声明直斥市政府,他指,难以相信市卫生部会隐瞒如此重要的资料。 而政府就继续措辞狡辩,他将会就政府处理公屋单位含千量超标一事展开调查。 近日凌晨时分,在布鲁克林的东南面的Flylands,一个单位突然起火,女户主吸入大量浓烟送烟后证实死亡。 确切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。 起火地点是布鲁克林的东49街1666号单位,今早大约1点左右,这栋两层公寓突然冒烟。 消防员到场后,发现67岁的女户主宋苑时她情况危急,其后正式不治。 另外,有两名住客成功逃离火场,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到场为他们提供协助。 此外,有数名消防员受轻伤,其中一位需要在现场戴上氧气面罩。 火势在一小时后被救悉,消防人员指,由于单位内杂物繁多,令救援难度增加。 至于确切的起火原因则不明,他们会继续进行调查。 有今天起,皇后区的Astoria的Broway和39大道地铁站将会关闭以进行维修, N和W线列车将不会停站,预计工程会进行至2019年2月。 此次的工程是大都会运输局改善地铁站计划的一部分。 上星期,皇后区30和36大道的地铁站在进行8个月的维修后刚重开, 站内的楼梯、扶手和盖顶都进行了翻新。 另外,也增设了LED灯、木椅、电子标示和艺术作品等。 预计Broway和39大道的地铁站将会进行类似的工程。 这4个地铁站都是在1917年投入服务。 不过,此次的工程将不会增设升降机和重修讯号系统。 捷运局会在另一个名为快速前进的计划以研究相关的工程。 捷运局在4月份曾透露预计9月份将会在Astoria Boulevard站增设4台升降机, 不过确切时间表尚未公布。 于上周六早上,在布鲁克林的Bushwick发生了一宗枪击案。 一名男子死亡,另有一名男子受伤,情况危急。 警方现证通缉4名西班牙裔的遗犯。 事发地点在布鲁克林的Broway叫Hawson Boulevard附近的一间餐厅外, 两名受害人和遗犯发生争执,他们意图逃走后被枪伤。 其中一名男子的颈部和肩部受枪伤,被送医院救治,现情况危急。 至于另一名男子就身躯中枪,当场死亡。 据知,两名警员在街道911报案电话的35分钟后到场, 但他们已没有下车了解情况。 其后在街道一通电话后,他们才到场调查, 但其中一名受害人已经反昏罚术。 纽约市警察局发声明指, 已经将这两名73分局的警员停职, 以进行内部调查了解情况。 当局宪政通缉4名西班牙裔的遗犯, 怀疑他们和本案有关。 警方呼吁市民如果有线索可提供, 可致电他们的扑灭罪行热线。 800-577-8477 昨日,前市议会发言人马立陶公开表态, 支持力讯参选州长。 马立陶在东哈连区的竞选活动上指, 现实这个国家的有色人种受到不公平的对待, 我们需要一个共勇敢和具有前瞻性的纽约州去改变这一现状。 他非常期待由力讯带领大家向着目标进发。 他表明支持力讯在移民、公民权益、 统治人士平权和女性权利等议题上的立场和取态。 州长民主党内初选将于9月13日举行, 届时力讯将会和州长库默一较高下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